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大家好 歡迎各位收看胃泉TV 我是主持人詩詩 今天我們要帶給大家的是 古早胃泉釀開胃盤 使用我們胃泉全新的 廚藝純釀醬油 要讓大家了解到原來醬油 也可以拿來做開胃的 這樣的一個菜色喔 在我們今天現場特別邀請到了 2011年廚神比賽 雙人組冠軍的池藝民主廚 來到我們的現場掌聲歡迎我們的吃主廚 歡迎 嗨 嗨 吃吃好 那首先我介紹這一瓶純釀醬油 是 那其實找我相信各位業界的前輩們 一些師兄師姐 大家可能都知道 胃泉醬油做醬油真的是老牌子 對 老的好 老字號了 對 老字號 那它今年就是把醬油再精進 再精進 那我用醬油來做一個開胃菜 開胃菜 開胃菜 那我用薑汁番茄 薑汁番茄只有在南部才吃得到 對… 南部很傳統的古早味 是 就是用一些老薑 番茄 最主要就是醬油 你想到醬油也可以做開胃菜 就是很簡單的一個調味醬 帶給大家勾渣鼻這樣子 對… 是… 那像這個紅心芭樂 我們就簡單的做一個分割就好 自然的翠綠還有一點點粉紅 還滿漂亮的 青芒果就可能就是要稍微醃一下 這個加點紅砂糖 對… 一些些鹽一些些糖讓它醃一下 再來包括這個羊地瓜 那台語講掛吉掛吉 對…掛吉 客家人講掛吉 那把它稍微做一個切割 切薄片 待會要跟番茄做一個搭配 那我們有什麼是需要先 再燙過一遍的食材嗎 山藥 玉米筍 四季豆跟羊角豆 那一樣做冷菜所有的一些食材都是 該燙的燙過 那沒有燙過的我們就是一樣 稍微冰水或是鹽搓一下 然後整個就是簡單的把它水分試乾 那我先調一個古早味的薑汁 薑汁就是薑 老薑把它燉 再來就是醬油 那簡單的比例就是三分的糖 兩分的薑 那一分的醬油 對 少許的甘草粉 甘草 好 那我們把盤子拿過來 我們做一個組裝的方式 那我首先先用 設計豆做一個簡單的打碟 先來做個簡單的擺盤嗎 對 簡單的擺盤打碟 那我強調說這是 這是一道非常開胃 然後高鮮 低熱量 那有別於網客 顛覆大家對開胃菜一個看法 來搭配一些紅心 紅心芭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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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除了色彩很漂亮以外 這幾年滿流行的 OK喔 這樣子我們的一道開胃盤就完成了 那我先把那個醬汁先調好 讓它靜置一下 待會兒我們可以淋上去也行 或是其實我今天就是沾著它來吃 對…我們拿著小碗沾著它來吃 如果像一般很大型的宴會 小盤子嗎 對…我們分別把它做成小盤子 對…整個擺上去 那整個顏色的搭配很漂亮 很漂亮 對…或者你也可以搭配一些種 像現在一些師傅 你可以搭配一些龍蝦 就是龍蝦 龍蝦也可以放在上面也可以 對…那整個價值感就提升了 那改善就不一樣 這盤冷餐 我就想表現一下純釀醬油 除了可以拿來乳東西燒東西以外 然後我把它調一個特別的 南部特別特有風味的開胃醬汁 那它可以表現水果的一些酸甜 那可以酸酸甜甜的 然後搭配這些醬汁吃 那很特別